经常去寺庙烧香拜佛的人 都想知道佛菩萨有没有保佑自己 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惑 佛菩萨如果保佑自己 自己要如何才能知道 很多人认为这世间大多数人 都没有见过佛菩萨 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这世间每一个人众生 都见过佛菩萨 当你身上出现这两种征兆 就说明菩萨正在保佑你 第一个征兆 经常遇到贵人 出现这个征兆 其实就是菩萨对你的保佑 你身边遇到的每一个贵人 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如果你不小心落水 那个奋不顾身救你性命的人 就是真菩萨 在佛教当中 有一则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那人对观音菩萨十分虔诚 他相信观音菩萨一定会来救他 没过多久 海面上飘来一块原木 那人并没有理会 只是一心祈求菩萨能来救自己 又过了一会 一个船夫划船经过 船夫要伸手救那人上岸 可那人拒绝上岸 并坚持要等观音菩萨来救自己 最后那人死在了海里 后来他真的见到了菩萨 他在菩萨面前抱怨菩萨没有救自己 可菩萨却说 我曾化作原木和船夫 两次想要救你上岸 都被你拒绝了那人听完菩萨的话 后悔不已 如果菩萨真的视线出菩萨像 可能会吓到每一个人 所以菩萨为了方便度化不同的众生 会视线出众生能够接受的形象 在我们身边 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贵人 都是一尊菩萨 第二个征兆 经常遇到恶人 唯摩洁经记载 那些大恶之人 其实也是佛菩萨的化身 当年 佛陀身边的提婆达多 就是这样的人 提婆达多就是帮助佛陀修行的菩萨 在我们身边 经常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是来帮助我们消除业障的佛菩萨 如果没有那些伤害你的人 你就不会进步 你的业障不会消除 你就不会修成正果 别再抱怨见不到菩萨了 其实佛菩萨一直都在加持你 如果你能用一颗慈悲心 恭敬心去对待每一个众生 就会发现 原来每一个众生 皆是佛菩萨 老话常说有福不用忙 无福跑断肠 人如果福报不够 往往做事因缘不足 想求求不得 福报大的人 往往处事顺风顺水 福气博的人 则命途多坎坷 佛教常讲一个词 修福 人的命很难有大的改变 我们出生的环境等已经成定局 虽然无法改变 却也并不意味住 我们只能消极被动地 接受命运的安排 只要我们有心改变 命运时刻可以发生转变 人的命运在自己手中 不要听天由命 要善于改造命运 积极面对人生 很多人只是觉得自己倒霉 命不好 再怎么拼命努力 也难显贵气 不及别人一半 为什么别人的日子 如鱼得水 而自己很努力 却依旧活得苟延残喘 其实背后都是因果 我们不要只看到 别人当下的福果 却忘却了人家曾经种下的因 世间万般 因果最公平 曾经积多少德 就会有多少福 有句话叫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因果的公平之处 当下的苦是曾经造下的因 因不好 果自然很差 所以要修行 改变因果 积德行善 改变命运 福报不够的时候 做这三件事 福报增长 一 孝顺父母 俗话讲百善孝为先 人要孝顺父母 这是最基本的善行 父母生养我们 是我们最大的恩人 学佛修行更应不离孝道 要善待自己的父母 不论是否信佛 孝顺自己双亲的人 福德不会差 很多人追求外在的佛菩萨 到寺院里烧香求佛 其实自己的父母就是自己的佛 烧公立之香不如善待自己的父母 福德更大 父母本是在世佛 何须千里拜灵山 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 孝顺父母 最深福报增长很快 一个不孝父母的人 福报也会很快漏掉 佛家讲 世上最大的善莫过于孝 最大的恶莫过于不孝 多多孝顺父母 福报具足 人生自然多顺遂 二 多不孝 所谓不孝者 必获其利益 若为乐不孝 后必得安乐 人们往往认为舍就是吃亏 自己本身就过得不如意 哪还有心舍给他人东西 有这种自私的念头 福报就已经变得很薄了 其实 不孝不只是财物物质方面的不孝 也包括精神上的 无畏不孝以及法不孝等等 如果不能给予物质 可以在精神上给予别人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给他人一句温暖的话 给人一个善意的微笑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给予安心等等 这都是功德不失 不是非要你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 利益别人 不是自己吃亏 你舍出去的东西 会以加倍的福报返回 人常说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德 舍得越多 所积攒的福报越多 看似吃亏 实则有大福 利益他人 成就的是自己 很多人愚痴没有智慧 不明白这个道理 仅仅攥着自己的东西 不愿发心不失 结果福报浅薄 永远难以发达 贫穷从千贪中来 富贵从不失中来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目光过于短浅 三 多忏悔 福报不够 业障就容易现前 各种倒霉不顺的事情 就会出现 给我们带来烦恼 业障是怎样形成的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每个人由于自身习气的影响 或多或少都会造下恶业 消耗自己的福报 这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敬畏与悔改 继续肆意妄为 那样福报早晚会耗尽 在佛门中 忏悔被视为一种极为厉害的消灾方法 忏悔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行 它涵盖了身 与 意的种种过失 通过真诚的悔改 使自己远离罪业 获得内心的净化与平静 忏悔的核心理念是从内心发出诚挚的悔意 检视自己的过失 过错 并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感到懊悔和遗憾 这种悔意不仅仅是口头的忏悔 更是一种真正的自我反省 要能够认识到过去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 并决心从根本上改过自新 发心忏悔之后 关键是实际的改过谦善 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改变自己的行为 不再重蹈覆辙 远离造恶行为 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 同时 也需要随缘地消除旧有的恶业 避免再次制造新的罪业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忏悔的目的 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句空 是则名为真忏悔这句话 道出了忏悔的核心要点 一指罪恶之源来自内心的执着和贪婪 只有彻底净化内心 罪恶才能真正消失 当我们的内心纯净无瑕 罪业便无立足之地 过去的业障也会被消除 忏悔不仅仅仅是口头的忏悔 更需要透过实际的修行来体现 戒律 定力和智慧是佛法中的重要元素 它们帮助我们约束身心 培养内在的平和和对外界的正确认识 在克制贪嗔痴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避免造作恶业 同时也能增长自己的善业 总之 忏悔在佛门中具有极大的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种口头的忏悔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净化过程 通过真诚的悔改和改过千善 我们能够消除业障 增长福报 实现心灵的纯净与平和 在修行的过程中 勤修戒律 静心冥想 培养智慧 将有助于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远离罪恶 追求内心的升华与超越